我们去描述某一批气体的时候 就比方说像这样 我们给大家一个 这个所谓的我们的experimental system 我们的实验系统给大家这个 然后我们想描述里面这个气体 它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一些参数 对吧 比方说它这个占据了多大的体积 然后再比方说它里面压强多大 再比方说它这个温度多少 里面气体物质的量有多少之类的 大概这些 然后那么就有科学家做实验 说看看气体 它是满足一个什么样的 各个各个这个parameters 各个参数之间满足什么样的关系 然后首先有人提出来 这个叫做波伊尔 波伊尔提出什么呢 提出了波伊尔定律 他说呀 这个在温度等于恒定的时候 在t等于concent的时候 怎么样呢 压强啊 跟v分之一是乘正比的 或者说压强跟这个体积是乘反比的 那么这个比方说比例系数是一个constant 我们管它叫做constant1 因为一会儿还有其他的定律 我们会出来其他的这个常数 也就是说是这么一东西 是吧 那p等于constant 比乘v 你也可以把它写成 叫做p乘以v等于 这个constant 对吧 这是波伊尔定律题的 就是大家想一下 你跟这个 呃 凭你的直觉来看的话 就是说这东西符不符合你的直觉 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气体 假如说它今天温度不变 我们暂时也不太能够理解 可能温度不变意味着什么 是吧 但是总之你知道 如果你把气体进行压缩 会怎么样 气体进行压缩 也就是说v会减小 对吧 那气体就不干了 气体分子就会这个 它们之间碰撞的更剧烈 然后以及跟这个容器壁 碰撞的更剧烈 那么这个时候自然压强也就大了 对吧 所以压强 这个压强一大 或者说是你去压它 然后体积就会减小 或者说你体积减小 v去减小 然后压强就变大 也就是说 它们是这么一个 反着来的这样的关系 好像还是挺合理的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定律 如果画在我们的一个pv图上的话 就是我们可以把什么呢 把气体的状态 当这个 就是随便给大家一个这个实验系统 总之在这气体达到稳定的时候 达到平衡的时候 它里面就是会有一定的体积 以及就是会有一定的这个压强 对吧 那我们把它此时这个状态 这点呢 描在图上 比方说此时这个 它的压强是这么大 压强是这么大 体积这么大 是吧 然后呢 我在同样的温度之下 给它略微的进行压缩之类的 然后我可能发现 它就来到了这里 然后来到了这里 来到了这里之类的 是吧 还有可能在这里 然后最终呢 我用光滑曲线一连 我就发现 它们基本上来说 是这个p和v乘反比 这个意思 是吧 就是波伊尔定律 然后 那在不同的温度下面测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比方说这条线 是在同一条温度 同一个温度下面测出来的 对吧 如果我增加了温度 会怎么样呢 如果增加温度的话 这条线整个往上移 但是还是这么一条 反比例线 是吧 所以如果说底下这条线是T1的话 上面这条线就叫做T2 但是T2呢 是比T1来得大的 波伊尔定律 好的 那么后来呢 又有人提出了 叫做什么呢 叫做下面这个定律 他叫做Charles Charles and Gay Lusak 叫做Charles还有盖铝萨克定律 他说什么呢 他说当P等于Consent 当压强是恒定的时候 大家说压强是恒定 我们怎么来控制 压强是恒定 那我们现在研究的 都是这个平衡状态 对吧 都是平衡状态 所以相当于我们控制 上面这个重物 它的质量不变 这意思 P等于Consent 然后得到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什么样的关系呢 V和T之间的关系 像这里我们 波伊尔定律当中 是T不变 对吧 那我们研究 P和V之间的关系 那下面我们来研究的 就是在P不变的时候 T和V之间的关系 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二者乘正比 V等于Consent 2乘以T 对 有句话我忘了说了 就是如果我们用 不同的气体做实验 我们会发现 其实在这个波伊尔定律当中 不同的气体 他们这个Consent 怎么样啊 是基本上来说 是差不多的 是吧 就是说 无论你比方说 用氢气来做实验 还是用氧气来做实验 只要你比方说 限制了T 我们的温度 比如说都是 常温25摄氏度 那就怎么样 那他们基本上来说 他们的P乘以V 就是等于同一个常数 然后在这里 同样道理 这个也是对于任何气体 基本上都适用了 都是同样一个常数 V等于Consent 2乘以T 那如果说画在图像上面 那就是说是 什么东西呢 我把这个轴往右移一下了 变成这样 是吧 这个是我们的温度 然后呢 这个是我们的体积 所以我们知道说 他们是乘正比的 对吧 乘正比 那是从哪里开始 是从T的计量零点开始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T是什么T呢 这个温度呀 这个温度叫做绝对温度 是吧 绝对温度 那我们知道说 这个摄氏度 它跟绝对温度 或者叫做开尔文 之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联系 就是说 0摄氏度 应该等于273.15开尔文 是吧 所以大家注意 我们在这里的话 做出来这个实验 是什么样的 这个 你可以说 基本上来讲 是我们去点这些点的话 会发现 它们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对吧 线性的关系 然后线性关系 我们做一个回归分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它 这么拉一条线 拉一条线过来 这个拉一条线 不得了 我们发现 这个它跟T轴 会有一个焦点 对不对 在跟T轴的焦点是什么呢 正好就是 0开的时候 或者说是负的273.15 这个摄氏度 什么情况 是吧 这样连下来 这个地方是0开 然后呢 比方说这里是我们的 273.15开 或者叫做0摄氏度 然后0开的话 就是负的273.15开 摄氏度 不好意思 是吧 所以我们就发现 它们V和T之间 是一个线性的关系 然后如果说 我们把它拉到头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跟T的焦点 是在这个负的273.15 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是同一个温度 如果说 不是说错了 这个是一个压强 对吧 如果我们改变了压强 会怎么样呢 我们改变了压强 首先我们要不然 还是按照这个 我们的直觉 来理解一下这个定律 温度 大家可以想见 大概是干什么呀 温度就是让我们 这个气体变得更热 对吧 气体变得更热 会怎么样 气体变得更热 其实我们会说到 就是气体分子 会运动的更剧烈 所以运动的更剧烈 自然 这个 它就怎么样 相对来说 好像是同样一个体积 它就会更加受限制一些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如果我们限定了压强 恒定 也就是说我们上面始终是摆着这么一个重物 那么如果温度增加的话 我们气体要维持同样的一个这个我们所谓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对吧 自由活动的空间 就是怎么说 如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说我在这个 比方说我在我自己的房间里 对吧 我平常都是走路 那我觉得这个房间还挺大的 但如果说我在房间里面跑步 我就怎么样 我可能就觉得房间小 是吧 如果说我想在房间里跑步 但是我同样还想跟我走路的时候 一样感觉房间是那么宽敞 那我应该干什么 我就只能把我这个房间改大一点了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就是说想要我这个 我们同样还是说这个受限制 所谓的受限制程度 就是所谓的压强是一样大的话 那么现在如果温度一增加 我运动的更剧烈 那我的体积就必须得增加 是吧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定律 然后那么如果说我改变压强会怎么样 改变压强 就是说我这个 比方说我现在搞一个更大一些的压强 那不就是说在这个的基础之上 比方说在这个状态基础之上 我又把它给它压缩了 对吧 所以我们再画一下 把它画在这个图线上面 我们会我们就会发现 它大概是一条 比我们 这个另外一条 斜率要小一些的这么一条线 是吧 所以具体来说 比方说这个是压强P1 那么第二条线就是压强P2 并且P2是比P1来的大的 很显然嘛 相比于同样一个温度的时候 我们增加了压强 那自然温度就减小 这个是刚刚说的波伊尔定律 是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条定律 然后呢 第三条定律 是什么呢 叫做阿富加德罗定律 阿波 他说什么呢 他说现在我限定两个东西不变 P跟T都不变 等于Constant 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改变气体的量 是吧 改变气体的量 这个时候得到结论说 V等于Constant 3去乘以一个N V等于Constant3乘以一个N 那具体来说 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是说 同样我们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我要维持压强恒定 也就是说 上面这个重物是不变的 然后另外温度是恒定的 那么如果一份气体 占据这么大体积的话 那两份气体就怎么样 必须得占据两倍的体积 就这个非常浅显的道理 是吧 然后 这同时呢 还是那句话 就是说这个Constant3啊 它其实跟我们的气体种类 关系不大 对吧 基本上来说 基本上来说 对于任何的气体 它都是这个 这么一个规律 都是一个相同的Constant3 那么 这个事情可以说明什么呢 如果说我们把等式两边 同时除以一个N 就意味着什么呀 V比上N 也就是说是我们用总体积 比上摩尔数 那相当于得到的是 一摩尔所占据的体积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管这个东西 叫做所谓的摩尔体积 一般用V 然后脑袋顶上加一个横线 Vbar来表示 是吧 那么 Vbar就应该是谁 Vbar就是Constant3 对吧 那所以V等于Constant3 乘以N 那我们还说了 对于任意的气体来说 基本上这个Constant3 是一样的 那就意味着任何气体 它在同样的这个P和T之下 摩尔体积 基本上来说是一样的 是吧 Same Vbar For any gas 对于任意的气体来说 摩尔体积 基本都是一样的 对于任意的气体来说